女人亦得妇科病,常饮三种茶,暖宫抗菌,炎症不易复发。 在女性的生活中,妇科病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话题,尤其是在婚后。 由于性生活、生育等因素,女性更容易受到妇科病的困扰。 妇科病不仅会给女性的身体健康带来影响,还会对她们的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。 因此,如何预防和治疗妇科病成为了女性关注的焦点。 在众多的妇科病中,子宫肌瘤、阴道炎、盆腔炎等是较为常见的疾病。 这些疾病的发生与女性的生活习惯、饮食结构等因素密切相关。 其中,不健康的饮食习惯是导致妇科病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。 因此,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,以预防和治疗妇科病。 饮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。 茶中含有多种有益成分,如茶多酚、氨基酸、维生素等。 具有抗氧化、抗盐、抗菌等多种生物活性。 近年来,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,饮茶对于女性的健康也有着积极的影响,特别是以下三种茶。 经常饮用,可以起到暖宫抗菌的作用,有助于预防和治。 疗妇科病。 玫瑰花茶 玫瑰花茶是由玫瑰花和茶叶一起制成的饮品。 具有疏肝解育、活血化淤、调节内分泌等功效。 对于女性来说,经常饮用玫瑰花茶可以促进血液循环、改善肤色、缓解痛经等不适症状。 同时,玫瑰花茶还具有抗菌消炎的作用,有助于预防和治疗阴道炎、子宫肌瘤等疾病。 姜糖茶 姜糖茶是由生姜和红糖一起熬制而成的饮品。 具有温精散寒、活血化淤、止痛等功效。 对于女性来说,经常饮用姜糖茶可以促进血液循环、缓解痛经、月经不调等不适症状。 同时,生姜还具有抗菌消炎的作用,有助于预防和治疗妇科炎症。 黑枸杞茶 黑枸杞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材,含有丰富的花青素、维生素C、铁、钙等营养成分。 黑枸杞茶具有补肾易经、养肝明目、益气健脾等功效。 对于女性来说,经常饮用黑枸杞茶可以促进血液循环、调节内分泌、改善睡眠质量等。 同时,黑枸杞茶还具有抗氧化、抗炎、抗菌等多种生物活性,有助于预防和治疗妇科炎症等疾病。 除了以上三种茶外,女性在日常生活中还应该注意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,以预防妇科病的发生。 例如,保持外阴、清洁干燥、避免过度清洁阴道、注意经期卫生等。 此外,定期进行妇科检查也是预防和治疗妇科病的重要措施之一。 总之,饮茶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,对于女性的健康也有着积极的影响。 经常饮用玫瑰花茶、姜糖茶和黑枸杞茶可以起到暖宫抗菌的作用,有助于预防和治疗妇科病。 同时,女性还应该注意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,以保持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。